因为这个作品是世界经典的艺术歌曲保留曲目 也是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给学生要唱的歌曲 第二首歌就是《乘着歌声的翅膀》 这首歌比较普遍 老百姓知道很多 也比较普通 但也是艺术歌曲 第三首歌叫做《打开你的心》 《比才的小意思》 这是第一首《安静》 第二首《乘着歌声翅膀》 第三首《打开你的心》 你看这多好 这个顺序多好 《打开你的心》 也打开我的心 观众已经接纳我的歌声 是这个意思 我的第二组歌曲呢 就是《中国歌剧》 第一组是艺术歌曲 第二组《中国歌剧》 中国歌剧 雷宇的旋断呀 对呀 就是《凡语的永叹》 我这三首就是温哥华这一版 唐康年老师这一版的《雷宇》里边 《凡语的一组》 它的三首永叹里面 我们都放在一块唱 这就是我穿的蓝色旗袍 这就是我穿的蓝色旗袍 一是秋风般的冷漠 对 记得那多少个《星辰凉夜》 和《锁不住的怒火》 三个中国歌剧选段 这就表现了三个不同阶段的 不同心情的反应 因为我觉得它的旋律 非常的美 当时唐康年老师 从温哥华 把这个乐谱传真给我 我一拿下来一看 我刚才摸第一句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永叹电 《秋风般的无情冷漠》 你想想 这个里边是不是就融进了中西方的元素在里边 《秋风般的无情冷漠》 《秋风般的无情冷漠》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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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就不过我 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 那生命的春天我不曾有過 命運啊 命運就像那流火一樣的坎坷 在寒暑烈日下崩出的生命花朵 也許會在淚抱一種貂殘零落 貂殘零落 那第三部分是外國歌曲選段了 是的 因為我的前半部分是用鋼琴伴奏 因為藝術歌曲用鋼琴伴奏是最好的 下半場的東西也是我的第三部分 交響樂開始了 中央歌曲院交響樂團這個時候他們就上台了 我上來唱的這三首泳團調呢 第一首就是尖如磐石 女人心選擇 對 選擇女人心 這也是我音樂會上保留的曲目 我經常愛唱這首 這首歌難在什麼地方呢 莫扎德這個人比較有童心 他就是一個音樂裡面那個 天 純真的頑童 我稱讚他 他寫的這個 他就有點那種 為了表現女人 對自己丈夫的這個愛情的忠贈堅強 他一會兒給你拉得很高 一會兒給你放得很低 十幾度的大的那個跨度 這就對我們演唱者來說 就考我們了 要不然你的高音位置一下很高 低很低要放得下來 看你能不能放下來 落得很低 所以這首 拿得起放得下 對 這首曲目呢 他就用這種音 就是音樂跨度很大來表現 就說年輕的婦女 就是對自己丈夫的這種愛情的 忠贈的心情 就堅如磐石 堅什麼呢 信心堅定 任何人來誘惑你 我絕對不改變 對我自己先生的那種感情的背叛 絕對不會的 他主要表現這個 是個喜劇 女人心 女人心 是個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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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是個喜劇 所以 是個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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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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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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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